大家好,欢迎您回来继续学习2022年初级会计实务预科班次的课程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学习第二部分,基础账务处理的内容 前面已经结束了货币资金和应收款项级简值的内容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专题三,存货 那存货这个专题是我们在全书当中都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尤其是近几年,像刚刚过去的2021年的考试当中 至少有三个批次都考到了存货的不定向选择题 所以您可以看到,它在考察的时候 相对来说考察的分值是比较高的 而且呢,如果是作为不定向选择题去考察 那它考察的就会相对来说比较有深度且比较全面 好,我们在预科阶段呢 先给大家去展示一下存货这一部分的基础的框架 以及一些基础理论的内容 看一下本专题存货 我们将要学习以下三个内容 第一个是存货概述 在这个存货概述当中 我们主要是去研究一下 说我们不同情况下取得的存货 它的成本如何去进行计算 接下来我们会学习考点二 原材料 咱们等到之后学习基础班的时候 在原材料这里我们会讲实际成本法和计划成本法 如果有小伙伴之前了解过咱们的会计实务的内容 实际上这个计划成本法在学习的时候是比较有难度的 我们在预科阶段 重点给大家去讲一讲实际成本法 计划成本法呢 还是需要大家拿出时间仔细的去探究 给大家放在基础阶段 后面呢 我们等有了这个实际成本法的基础 再在基础阶段里头带着大家去进行学习 那再来就是第三个考点 存货清查 存货清查在历年考试当中 基本上都会出道题 像21年14个批词当中 起码有10个批词都出到了对应的客观题 也是比较重要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考点1 存货概述 既然我们要去了解存货的基础内容 您是不是得先知道说它是什么 但它是什么这一块啊 不需要您去给它仔细的记忆 我们了解一下就行了 所谓存货 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当中 持有已被出售的产品 什么叫持有已被出售的产品 例如说我们现在是一个生产加工东小澳玩偶的企业 那么生产好的东小澳的玩偶 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产成品 我们已经生产好了 是不是就等着卖出去挣钱了 那么这些东小澳玩偶就是持有已被出售的产品 但有些时候又叫商品 从我们考试的角度上 这商品主要指的是 如果我们是商贸企业 什么叫商贸企业 就是我自己呢 不生产东西 我都是低价从外头那买进来 你比如说我们低价采购一批东小澳玩偶 然后呢 我在加钱高价往外卖 那此时我不涉及到具体的生产加工 我是不是就是相当于一个二道贩子 这边低价买进来 那边高价卖出去 那此时我直接采购进来的就是商品 不需要去生产加工 这时候就直接对应的是商品 从我们考试的角度上主要是这种 那显然我们从外头低价买进来的这些商品 也是持有已被出售的吧 是持有等着准备出售的商品 好 还有呢 处在生产过程当中的 那处在生产过程当中的 就是还没生产完的 比如说处在生产过程当中的再产品 像我们是生产加工东小澳玩偶的 现在这些玩偶呢 还在流水线上 还在一点一点的加工 还没加工好 这就是再产品 以及在生产过程当中 或者是提供牢物的过程当中 耗用的材料或者是物料 比如说 我们是生产加工东小澳玩偶的 那我们是不是得有材料啊 例如得有布料 得有填充物 以及一些针啊线啊等 那这些呢 就是此时说到的 在生产过程当中 那么会被耗用的这些材料或物料 具体说起来 我们的存货包括这些 那这些不需要给它背下来 看一下 包括各类材料 比如前头说的布料啊 填充物啊 丝线啊等等 那所谓的再产品 就是我们正在生产的 还没有生产完的这些产品 除此之外 还有半成品 我们之后在第七章的时候 还会带到 现在听一下就行 那所谓这种半成品 通常是说 哎 我们还是没有给它完工 加工到一半 但是我们给它加工了一半 就已经可以卖出去的 比如说 我们本来是生产 加工冬小奥玩偶的 那我正常的产成品 应该是一个完整的冬小奥玩偶 那现在呢 我们就生产出来 它的头 身子 胳膊腿 都是分开的 我们并没有给它组装 那这时候实际上没生产完 但是呢 有别的企业 就要这种没生产完的 头啊 胳膊腿啊 这些零价 可以不可以 可以啊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些 生产了一半的产品 卖给别人 那我这是生产了一半的东西 也能卖 这叫半成品 但是这个部分了解一下 并不需要您在此处 特别的熟悉它 那产成品 就我们在前头说的 我们自己生产加工 已经加工完成的 这些冬小奥玩偶 这是产成品 那如果说我们是商贸企业 我们自己不生产加工 我们从外头低价买进来 比如说采购一批电脑 再高价卖出去 那这些采购进来的商品 就是这里对应的商品 以及呢 还会涉及到包装物 那我这个东小奥玩偶 我是不是说 我生产好了 我如果直接往外卖 不好看啊 没什么包装啊 我可以给它弄的精美一点 弄个包装盒 再给它打个蝴蝶结 是吧 再给它去弄点丝带等等 那这些时候就会涉及到包装物 再来还会涉及到一些低值一号品 再来还有一个委托代销商品 委托代销商品呢 简单的了解一下 比如说我们生产出来一批东小奥玩偶之后呢 咱自己不往外卖 我们可以委托别人帮我们卖 那我们委托假公司帮咱卖 那此时呢 假公司接受了我们的委托 帮我们把这批货物卖出去 此时我们会把运给假公司 让他帮咱们卖的这批货寄到委托代销商品当中 那您看一下就可以了 这一块呢 我们涉及到的不多 后续涉及到的时候 再给大家仔细的讲 好 这是对于咱们存货内容的一个说明 那在此处 您主要就是记得 存货 它主要指的是那些持有你被出售的 以及呢 还有等着耗用的那些 包括产品啊 商品啊 以及其他的什么材料啊 赞产品啊 以及产成品啊 商品等 但您并不需要说把它都有什么 一个不差的记下来 没有必要 一个需要您准确掌握的内容 我们之后在讲基础班的时候 会给大家一个一个去进行解释 那再来一个呢 就是说现阶段 在预科班次 您只需要大体去了解一下 并不需要逐一的去进行记忆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存货成本的确定 什么是存货成本 您可以理解为 就是当我们去做处理的时候 我们做账务处理时 你一开始记 比如说这个存货 假如说是库存商品 那我们确认库存商品的时候 它的后面跟的金额是多少 也有可能说 比如说我们确认的是原材料 那么原材料后面 跟的那个确认的金额是多少 这实际上就是存货的成本 好 我们看一下 存货应当按照成本去进行初始计量 存货的成本包括三部分 第一个是采购成本 那所谓采购成本 是不是就是买来时候花了多少钱 你从外头买来 也就是从外头采购来的时候的成本 那再来呢 还有加工成本和其他成本 比如说我们在前头提到的 说我们是一家生产东小澳玩偶的企业 我们首先呢 是不是得从外头采购一些材料 比如说布料啊 填充物啊 这些丝线啊等等 那你采购进来的时候 是不是采购这些材料会有成本 这是采购成本 那再接下来 我要把这些材料 加工成东小澳玩偶 我就会有加工的成本 比如说我会涉及到人工 那得有人去干活啊 那这是在加工成本里头会有的 再除此之外呢 还会有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我们用了设备 那么设备的折旧的费用呢 对应的是制造的费用 除此之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成本 这是整个存货的成本 应当包含这三部分 我们展开来看一下 第一个是存货的采购成本 那这主要指的是 比如说我们从外头采购原材料 我们一会儿在后头 还会从另外一个维度 去看它的成本 那么到时候 在这一部分的思路是一样的 我在这里重点解释一下 您看好了 存货的采购成本 那采购肯定是从咱们这个单位之外来采购 对吧 比如说咱是一家企业 我们是从外面采购进来的 那这时候您也可以理解为 是外购是从外头购买来的 外购成本等于什么 您可以看到这里有很长的一段表述 我先给大家一个口诀 看一下小心点 外购的成本应该等于价费税 有些人说 哎这口诀我说 跟前面应收账款 入账的价值的口诀 是不是一样啊 但是你看看具体字不一样 我这说的这个税 是不可扣的税 哎 而前头应收账款的那个税 我们强调是增值税 好 这个地方有区别 我一会儿会给大家强调 是怎么回事 好 我们具体看一下 现在我们是从外头采购进来 从外头买来 那你比如说我们采购进来一批原材料 假如说是采购一批布料 那我会寄到这批布料的成本当中的金额有多少 首先有一个买价 这个买价仍然是不含增值税的金额 比如说采购这批布料 不含增值税的价款是1000元 那这就是买价应该记在外购的成本当中 那再来呢 会涉及到一些杂七杂八的费用 这些杂七杂八的费用 是指为了使存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发生的各种费用 比如说涉及到一些什么运费 比如说我们从外头买来这批布料 但我们需要去承担相应的运费 以及涉及到装卸费 保险费 还有就是其他可归属于存货采购成本的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的合理的费用 凡是为了买它 我们所承担的这些杂七杂八的合理的费用 都应该记在成本当中 假如说发生相应的杂费是100元 那这个费用也应该记在外购的成本里 好再来就是税 那说到这个税的时候 注意能够记到成本当中的税 一定是不可抵扣的税 有些人说 什么意思 难道有税能抵扣吗 想一想 我们在前头给大家讲了吧 我们讲上一个专题的时候 开篇先给了大家一个增值税的小贴士 我们当时说 如果我们是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 适用的是一般计税方法 那么进项税额是可以抵扣的 那现在告诉你 可以抵扣的税 你能记到成本里吗 不行 你记到成本的税 得是不可扣的税 那他说为什么呀 我们可以带个数进去看一下 好 你看一下 比如说 咱现在呢 这个费用这块不考虑税 就光按价款的这个部分 去考虑增值税 假如说 我们在采购这批货物的时候 对方给我们开具了增值税的专用发票 好 上面著名的价款就是1000元 这是不含增值税的金额 以及上面标注了增值税的金额是130元 其实就是不含增值税的价格 乘以适用的税率13%算出来的 对吧 有天说我呀 不信邪 我就要把这个可以抵扣的金额税额 给他寄到成本里 行不行 行 我们先寄一下试试 那你看一下 如果说我把这个税寄到了成本当中 那我初始去确认外购这批材料的成本是多少 是不是1230元 没问题吧 好 但是我们在前头说 作为一般纳税人 增值税的进项税额是可以抵扣的 那他一旦是可以抵扣的 之后就会拿去扣 那么扣完了的话 你原来记在成本里头的金额 是不是扣完就没了呀 那扣完就没了的话 我还要从这个成本当中再给他扣掉 这个已经抵扣了的税 那最后的成本是多少 还是1100元 对不对 但你要知道 咱们在会计上头 我们这些存货的成本 除非有极其特殊的情况 你初级的时候遇不着 除非有极特殊的情况 要不然他的成本不能来回变 那像这种明摆着知道以后会抵扣的税 你能一开始就给他寄到成本当中吗 不能啊 因为你一开始寄了之后 他之后就会扣啊 那我这成本不就来回变来变去 所以咱在一开始的时候 外购的成本里头 就不包括可以抵扣的税 所以你看 我们反复强调 你这个外购的成本 应该等于价费税 但是这个税 得是不可扣的税 好 这个地方跟前面应收账款 入账价值的那个口诀 看起来差不多 但是不一样吧 应收账款那 你一定要把增值税要回来 你不要回来 你自己店吗 你肯定得要 但是在外购成本这里 你一定是要把可以抵扣的税 给他剔除出去 不记在成本里 他在做账务处理的时候 会单独记载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进向税额的借方 好 这个账务处理 我们一会儿在后头 还会单独说 但在这儿 您就要先建立一个基本的思路 外购成本等于价费税 但是这个税 得是不可扣的税 好 那有些人说 那这个外购成本 仅限于外购存货吗 不是的 我们后面还会学 我们还可以外购固定资产 或者是外购无形资产 他们外购的成本 简单来看都等于价费税 但税都是不可扣的税 一定记着 如果是可以抵扣的税 不能寄到成本里头 好 那又有推出说 我们在前头讨论应收账款 现在讨论外购成本 这里头说的税 都只讨论的是增值税 那么别的税呢 除非我们单独给您讲 比如说之后基础班次里头 讲委托加工物资的时候会有特殊情况 要不然的话 您去考虑这个税可不可以扣的时候 只考虑增值税就可以了 通常情况下 只有一般纳税人 进项税额是可以扣的 其他遇到的税 你比如说你遇到什么 万一要遇到什么关税啊 或者是一般情况下遇到的消费税等等 都是属于不可扣的税 不可扣的税都可以寄到外购的成本当中 那在咱们会计那不用学的那么细 因为我们这里不会重点考察您税的内容 所以基本上遇到的 除了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的进项税额可以扣之外 其他都不可扣 还有一个特殊的 我们会在基础班的时候给大家讲 好 这是这一点 那么在咱们的存货的采购成本里 还有一个小内容要给大家强调 就是运输途中的合理损耗 我在这里特地标明了 说咱们存货采购成本 应当包含运输途中的合理损耗 那您比如说 说我们还是采购这一批布料 它不含增值税的价款是1000元 相关杂七杂八的费用是100元 作为一般纳税人 可以抵扣的增值税是130元 那我们讨论到这 外购成本等于价费税 税是不可扣的税 是1100元 现在又告诉你说 这批布料 我们假设从南方运往北京 在运的过程当中 它那个包裹在最外头一层的 那个布料啊 有磨损 直接告诉你 这是运输途中的合理的损耗 那就说 这块磨损的布料值多少钱呢 假如说 磨损的这块的布料 值10块钱 那么现在就说 这个合理的损耗 10元 怎么去进行处理 有同学说 啊 这里说了吗 包含运输途中的合理损耗 那既然包含 你能给它扣掉吗 那肯定不扣啊 人家说了包含 那问题是 我要不要给它加上 加吗 不准加 为什么 因为咱们不考虑费用和税的情况下 您同共买了1000块钱的布料 没问题吧 现在磨破的布料 在不在这1000块钱里头 在啊 假如说我们1000块钱买了10匹布料 那现在磨坏的不就是这10匹布料当中的吗 您同共就买了1000块钱的布料 您不可能说再去给它加个10 那你买了1010块钱的布料了吗 从来没有 你只买了1000块钱的布料 所以不可能重复的给它往上加 那这感觉就像是 你买了5个苹果 那我买了这个5个苹果 统共花了10块钱 我拿回来的路上告诉你 有一个苹果被挤烂了 那现在 我就说一个苹果正常是2块钱 现在既然 有一个苹果烂了 那你能说我统共买了12块钱的苹果吗 没有啊 我就花了10块钱 你不能说因为它有这个损耗 还给它往上加 肯定不准往上加 那你减呢 也不减 因为这里说的很清楚 包含运输图中的合理损耗 因为在咱们的食物的工作当中 你从外面采购一些材料的时候 甚至是采购一些商品的时候 在运输图当中 有一些合理的损耗 是很正常的 那尤其是比如说 我们运输一些新鲜的瓜果呀 那在运输的过程当中 有一点腐烂啊 或者是在最底层的有压坏的呀 这都属于正常的情况 咱们在考试的时候 给您的都是合理损耗 如果他说是不合理的 那么不合理的应该给他扣掉 那不应该记在成本里 但是咱们考试的时候 初级考试全都是合理损耗 所以有同学非得问说 不合理怎么办 不合理给我扣掉这10块钱 但是咱考试都是合理的 合理的损耗 既不准重复往上加 因为你并没有多买东西 也不准给我往下捡 这是对于合理损耗的处理 我们一会儿在后面 还会再次强调一遍 以及做题巩固 所以大家到这里 你说哎 我还有个别细节没记住 没事 到这就可以停一下 我们先去学后面的内容 然后呢 一会儿会给大家再次巩固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刚才说的是存货的采购成本 接下来看加工成本 我们从外头采购了这些布料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继续加工成东小二玩偶 在加工的时候会有成本 包括加工时候的一些追加的费用 主要强调的是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 那直接人工 比如说我们的工人 他要把这些布料做成东小二玩偶 那是不是就会有人工 再来就是涉及到一些制造费用 制造费用具体的概念 我们需要到第七章当中学习 您现在呢就先大体的了解一下 它是属于生产成本当中的一些间接的费用 那您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台大型的设备 生产多种东小二玩偶 那我们这个设备 它就会有提折旧的情形 我们到后面学固定资产的时候会学 那这设备提的折旧会寄到制造费用里头 实际上就为了生产这些产品而有的损耗 那再来呢 比如说咱生产车间会有水费啊电费啊 那这些也是属于间接的成本费用 会寄在制造费用里头 那它是不是都与咱们生产这些产品是有关的 我要生产产品 就会需要有人去干活 也会有一些间接的损耗 比如说消耗水和电啊 以及设备等等 好 接下来是存货的其他成本 那其他成本呢 要根据题目的表述来看 它是指除了前面的采购成本 和这里的加工成本以外的 使存货达到目前的场所和状态 所发生的其他的支出 那这里说的其他的支出实际上就会很多 比如说会涉及到一些什么仓储费啊 或者是这里的一些设计费用啊等等 很多 我们在这里先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就是产品设计费 那产品设计费 它最终寄到哪去 要看具体的情况 你比如说 我们现在生产加工东小澳玩偶往外卖 那我们这个企业呢 首先找了一个专业的设计师 给我们设计了三款东小澳的玩偶 那这三款东小澳的玩偶 说我们设计出来之后 所有的客户 他如果想要来订东小澳玩偶 就直接从这三款当中选就可以了 那这就是一个通用的设计费用 那设计费用在这种情况下 它就需要寄到当期损益里头 也就是应当寄到损益类科目里 但您说具体寄在哪 要根据企业具体的情况来 那它有可能是销售费用或管理费用 会根据实物的情况和不同的企业会有差别 所以这个部分您不用管了 说具体寄在哪 肯定不考 好 但是呢 如果说是位特定的客户 且能够直接可确定的设计的费用 会寄到存货成本当中 比如说 说现在咱们来了一个大客户 谁呢 东澳教育集团 可以吧 来找我们定制东小澳玩偶 就让我们给他设计一款 是这个东小澳 举着一个横幅 横幅上写着轻松过关 四个大字的这一款东小澳玩偶 那此时呢我们单独的去找一个设计师 为了东澳这个大客户单独的去做一款设计 那这设计费用花了4000块钱 然后呢我们要给东澳的这个大客户去给他生产出来 比如说1000个东小澳玩偶 那此时这个设计费用就应该寄到生产的这批东小澳玩偶的成本当中 所以看好了 如果单纯给你提到产品的设计费用 指的是通常的这种情形 它是不会寄到成本里的 具体寄到哪个科目您不用管 绝对不考 好但是 如果说他特地强调了是为特定客户 而这个钱是多少也准确知道的 那此时就是可以寄到存货成本当中的 是这样的情形 好这两种情形要区分一下 这个内容在后面也会单独再给大家总结 那我们在前面给大家讲的是存货 按照成本去进行初始计量 包括采购成本 加工成本和其他成本 实际上另外一个维度 根据存货的来源不同 也就是你这存货是怎么来的 它的成本构成的内容也会不同 咱从考试的角度上 这种考到的相对来说比较多 那么的存货可以怎么来呢 可以是从外头买来的 也可以是我们自己制的 也可以是委托别的单位 帮咱们加工完成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提到 购入的存货 这是不是跟咱们在前头讲的 采购存货是一样的意思 因为这个存货就是从外头买来的 所以您就可以理解为是前头说的外购的情形 那我们说外购的 不论是当前的存货 还是未来要学的固定资产 或者是无形资产 那都一样 外购的成本 您都可以简单记 外购成本等于价 费 税 税 肯定得是不可扣的税 我们反复强调 能寄到成本里头的税 都得是不可扣的税 因为 咱是不是在前头说了 您不能说给它寄进去一个可以扣的税 之后扣的时候再给它 剪下来 那不行 一开始就不给它寄 好 我们看一下 对于购入的存货的成本 那么首先价 价还是不含增值税的买价 再来会有一些杂七杂八的费用 这个费用里头 首先包括运杂费 比如说是运输费啊 装卸费啊 保险费啊 包装费啊 仓储费等 我们外购的这些相应的存货 所涉及到的这些杂七杂八的费用 有可能也会涉及到 有可以抵扣的增值税 如果有可以抵扣的增值税 是不是仍然是不能寄到成本里的 一定记着可以扣的税 不能寄入成本 好 再来 注意一下 还有一个 入库前的挑选整理费 也是可以寄到成本当中的 这一条不一定有啊 如果题目当中表述了有 你要知道这是入库前的必要的费用 也应当寄在成本里头 但如果说它没提 没提你就不用考虑了 好 那这些相关的杂七杂八的费用里头 是不是还要去考虑说 有一个合理的损耗 我再次强调 咱们外购存货的这个合理损耗 不论有多少 您能够给它扣掉吗 不能扣 因为包含合理损耗 那你能重复往上加吗 不能 因为你买了多少 是不是一开始在买价里就已经展现了 不可能再多了啊 你比如说就买了一万块钱的货 不可能因为有个合理损耗再给它加点 不可能加了 好 所以在这里看到合理损耗 既不准加 也不准减 这个点一定要记得 再来就是各种税 能够记住到成本当中的税 我再次强调 一定是不可抵扣的税 那说到不可抵扣的税 您主要就会想到那个增值税 对吧 我们再来强调一下 如果题目当中说 我们是一般纳税人 作为一般纳税人 增值税的进向税额是可以抵扣的 可以抵扣的税 不能记到成本里 不记成本 那会把这个进向税额单独记在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进向税额的借方 因为之前说过啊 进向税额是不是可以抵扣 可以抵扣就会导致我们要交的税减少 负债的减少是在借方的 但是 如果题目当中说 我们是小规模纳税人 我们在前头讲增值税小贴士的时候 就强调过 小规模纳税人 他的进向税额可以扣吗 不可以扣 小规模纳税人 适用的是简易记税方法 既然他的税不可以扣 那么不可以扣能不能记到成本 这就可以了呀 因为外购成本等于价费税 税是不可扣的税 那这回这个税就是不可扣的 所以此时 这个税额会寄到成本里 您可以退回到我们在前面讲 应收款项极简值 那个专题的时候 一开始给的那个增值税小贴士里 我们当时就强调 如果是小规模纳税人 例如我们采购一批原材料 外购的这批原材料 假如说不含增值税的价款是100元 假如说对应的增值税的金额是13元 没有其他费用 那我们去确认 外购的这批原材料的成本的时候 就应该是100 加上增值税 因为现在我们是小规模纳税人 增值税的进项税额不准扣 不准扣的税 是可以递记到它的成本当中的 所以我当时在前头说 我说哎那个部分呢 要到咱们讲存货的时候 给大家再仔细讲 现在是不是就给您说完了 既然我已经把这个税 寄到原材料里了 那我还需要单独列什么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吗 不需要啊 而且我们也说 小规模纳税人 适用的是减一级税方法 它的进项税额不准扣 那导致在我们会计这里 是不会去区分肖像和进项的 好 这都是前面讲过的 在这里又来强调一遍 也许还有同学会继续问 说那要是题目当中没说明白 我们是一般纳税人 还是小规模纳税人呢 首先 咱们在考试的时候 题目都是经过精心的编写的 通常来说 都会给大家准确的说的很清楚 万一要是真没减 一般来说 默认的是一般纳税人 但是咱们考试的时候 都会说的很清楚 所以你也不用担忧 好 这是对于外购的存货 外购存货的成本等于价费税 税是不可扣的税 同时注意一下合理损耗 合理损耗不准加 也不准减 好 继续 看一下第二个 自制的存货 那比如说 我们现在呢 仓库当中有一批东小岸玩偶 怎么来的 自己制的 那么我们要自己去制这个东小岸玩偶 它的成本有哪些呢 首先我们需要去消耗一些 这个什么布料啊 填充物啊 以及箱的丝线啊 这些就是直接材料 再来我们得有人干活 员工去生产这些产品 会涉及到直接人工 再来呢 就会涉及到 我们在前头说的一些 间接的成本费用 比如说生产车间里头的水电的消耗啊 以及涉及到这个生产的设备的折旧等等 这些都是属于自制存货的成本 但咱们在存货的这个位置 包括我们未来上基础班的时候 针对于自制存货的成本这块的表述是非常少的 所以你会看到我们也不会在这里特别多的去解释 什么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制造费用的内容 因为这一块准确的讲解呢 是在第七章 我们等到第七章里头再给大家多多的去说 在这里大体看一下就行了 接下来再看一下第三种 委托外单位加工完成的存货 那这种情形说的是 咱自己不生产加工东小二玩偶 我们呢委托假公司来帮咱们加工 这时候就会涉及到委托外单位去加工的情形 好 我们要让他帮我们加工 我们首先得给他材料 咱在考试的时候主要会涉及到的就是原材料的情形 半成品的情况很少 好 我们把这些什么布料啊填充物啊丝线啊 先得给假公司运过去 那这一部分肯定就应该记在 委托外单位加工完成的存货的成本当中 接下来假公司就要帮咱们加工 他会白帮咱们加工吗 不可能 人家又不是火雷锋 人家也要吃饭赚钱的好吧 好 这个时候他会收我们加工费 那这加工费呢 也应该记在委托外单位加工完成的存货的成本里 那再来等他加工好了 是不是还得把加工好的货物给咱运回来 所以在我们把材料运过去 以及他加工好了再给咱运回来的时候 会涉及到各种什么装卸费保险费 以及委托加工的往返的运输费等等 这些呢都是属于要记到委托外单位加工完成的存货的成本当中的金额 那再来还会涉及到税 只要是记到成本当中的税 一定得是不可扣的税 比如说我们让假公司帮咱们加工 那他收了咱们的加工费之后 他如果是一般纳税人也会给咱们开发票 那这发票里头也会注明税额 我们如果作为一般纳税人 那么增值税的进项税额还是可以抵扣的 可以抵扣的税仍然还是不记录成本里 实际上还有一种情形 就是如果我们委托假公司 给咱们生产加工的是消费税的运税商品 那那时候还会有特殊情况 我在这里先不讲 我们到基础班次里头再具体去学院 但您就先记住一条 只要是记到成本当中的税 不论是钱的外购的 还是这里委托加工完成的这种存货的成本当中 只要是记到成本里头的 都肯定是不可扣的税就可以了 好 大面上我们来看一下 那委托外单位加工完成的存货的成本有什么 是不是包括我们给他运过去的这些材料的成本 以及加工费 往返的运输费装卸费等等 如果是寄到成本里头的税 还得是不可扣的税 好 掌握到这里就OK了 剩下的小细节呢 其实剩的也不多了 我们等到之后基础班次当中再给大家说 接下来带着大家看一个小内容 这个注意 采购入库后的仓储费 告诉你是不包括在生产过程当中必须的仓储费应当是记入当期损益的 您一旦看他说把某个费用寄在当期损益里头 意味着他不寄到成本里 如果是寄到成本里头 你比如说 寄入到这个原材料啊 或者是库存商品当中 这是寄到了成本当中 那如果说寄入当期损益 是不是寄到损益类科目里头去了 只要说寄到了当期损益 就不会寄到成本里 好 那肯定有听说 这个仓储费是怎么回事 我在这里给大家把基础情况都给大家念叨一遍 那么说到仓储费用 你首先需要去看一下 它是在入库前还是入库后的 如果题目当中说的是入库前的仓储费用 我们通常在入库之前的仓储费用是必要的仓储费用 比如说 我们现在从南方采购一批水果来北京 那由于当前疫情的影响 假如说根据国家相关的要求 我们想要运到北京的这批水货 必须得先在天津那儿 停一天 干嘛呢 去喷洒什么消毒液 去消毒之类的 好 反正是只要我们为了采购这批货物 就必须得先在天津停一天 在那儿 你就要交一个仓储费 因为你不可能白停在那儿啊 你交完这个仓储费之后 哎 消完了毒 符合条件了 才能够运到北京 那这就是为了取得它 而必须花的钱 那在入库之前的这些必要的仓储费 就肯定要寄到成本当中 就是前头说的必要的费用 好 但如果说是入库后的仓储费用 入库后的仓储费用 如果题目当中啥都没说 我们正常的情况下 只要它没有什么过多的表述 入库之后的仓储费 就不能寄到成本里 那不寄到成本里寄到哪儿呢 实际上是寄在管理费用 那管理费用是不是损益类科目 所以说是寄到当期损益 但实际上啊 它寄到管理费用的这个科目 您也不需要去寄 您只知道说 一般情况下 入库后的仓储费 是不记录成本的 就可以了 这个对应到管理费用 您愿意看就看看啊 不愿意去具体寄它 也没事 这是因为您正常情况下 咱们的存货一旦入库了 那你之后发生的这些 相应的仓储费 跟我为了取得它 有关系吗 没关系 我已经取得完了 所以这是取得之后的 相关的费用 不可能再寄到它的成本里了 但如果题目当中特地强调了说 现在入库后的这个仓储 是为了使这个存货 达到下一个生产阶段的 必要的仓储 必要的情况 那此时就得是寄到成本里头的 那最典型的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企业是 酿酒酿醋酿酱油的这种企业 我们从把粮食放到这个大桶里 到它最终酿造好 是不是会有一个时间 那这个时候的仓储费 就是为了使它达到 下一个生产阶段所必须的 你要不隔着仓储一段时间 不让它发酵一下 那它没办法成为酒 成为醋 成为酱油 所以这个时候的仓储费 就应当寄到成本当中 但这种情况 如果要考 它一定会给你一段 对应的文字表述 如果没有这种表述 一般情况下 入库后的仓储费用 是寄到当期损益 而不寄到成本的 如果它特地强调了 是在生产过程当中必须的 或者是为了达到下一个生产阶段 所必须的 是一个意思 这种时候才能进入成本 好 这个内容呢 我们在后面会马上再给大家复习一下 所以也不用担心 好 到这儿 我给大家说完了 根据存货的来源不同 其成本的构成内容也不同的情况 首先外购存货的成本 外购成本等于价费税 税是不可扣的税 再注意一下合理损耗 既不准加 也不准减 那再来呢 涉及到自制的存货 它的成本应该等料工费 但是更加细致的 我们就不用管了 第七章再继续学 第三个是委托外单位 加工完成的存货 那它的成本包括 耗用的这些材料 以及加工费 往返的运输装卸等 各种杂七杂八的费用 以及不可扣的税 就OK了 好 那其他的这些细致的东西 我们在后面会马上给大家再复习一下 不用着急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道多选题 来演练一下 下列各项当中 应计入企业存货成本的有 那首先 存货在加工过程当中发生的直接成本 我们以后到第七章的时候会去说 存货加工过程当中的直接成本 主要强调的是直接人工 以及涉及到的直接材料 那这些都是会寄到存货成本里头的 你既然要加工 那么就肯定会有这些消耗 它肯定是要寄到成本当中 B 为特定客户设计产品的可以直接确定的设计费用 那显然应当寄到成本里 我们在前头强调 如果单纯说设计费 一般情况下是不寄到成本里的 但如果强调了是特定的客户 然后又是可确定的 那么他就应当寄到这批存货的成本当中 C 购买存货时支付的进口关税 有权说 哎 那也没给我们讲都有哪些税啊 我在前头有特定说过 咱们在会计考试当中 涉及到税的内容都非常的简单 我们会涉及到可以抵扣的税 通常情况下就一个 就是我们作为一般纳税人 那么增值税的进项税额是可以扣的 既然是可以扣的 不计入成本 其他的税 您遇到的正常情况下都是不可扣的 不可扣的税 记入成本 实际上有唯一的一个例外情况 我们会在后续基础班里头会讲 就是涉及到委托加工物资的时候会涉及 但那个内容我们到初级基础班里头单独给大家说 好 所以只要没有单独给您说明的情况下 你看见一个不认识的税 那这个税通常情况下就是不可扣的 可以记到成本 D存货采购运输当中发生的定额内的合理损耗 那么特地强调合理损耗 既不记到成本里 既啊 它包含在成本里 但是您在具体去算数的时候 既不能重复加 也不准给我往下减 但它确实是含在成本当中的 没问题 所以这道题选的是ABCD 四个选项 再看一道题 17年的题目改编的 某企业为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 2019年9月 购入一批原材料 增值税专用发票上 著名的价款呢 是50万元 我反复说 咱们在考试的时候 看到增值税专用发票上 著名的价款 默认的是不含税的金额 那您说这发票是什么玩意儿啊 以及这里头的金额是怎么来的 等您的经济法基础的老师 在讲增值税法律制度的时候 跟大家说 我会计这里就是一个默认的情形 好 接下来 增值税的税额为6.5万元 因为告诉你了 我们是一般纳税人 增值税的进项税额 是不是可以抵扣 不能寄到成本里 款项已经支付 另以银行存款 支付装卸费0.3万元 那这是杂七杂八的费用 说这块不用考虑增值税 入库时 发生挑选整理费用0.2万元 这寄不寄到成本里 寄 因为我们说了 在入库前的必要的支出 也得寄到成本当中 运输途中发生合理损耗 0.1万元 只要是合理损耗 您能给它往下扣吗 不能 重复加吗 不加 因为您现在损耗的 这0.1万元的货物 是不是已经包含在这50万里头了 好 不准重复往上加 也不准给我往下减 不考虑其他因素 该批原材料的入账成本是多少 外购成本等价费税 税是不可扣的税 所以是50万的价款 然后杂七杂八的费用 0.3万加上0.2万就可以了 合理费用不能重复加 也不准扣 那可以扣的税 也不能寄到成本当中 一算 就结束了 好 这是到这里 给大家所讲解的内容 那么再来 我还要给大家强调一点 特殊的规定 因为像咱们同学们 刚才在前头看的时候 就肯定会有疑问 说这里老说是合理损耗 我怎么去判断合理损耗 和不合理的损耗呢 首先 我们考试的时候 题目会直接说 但是实话实说 咱考试的时候 涉及到采购成本这里 都给大家的是合理的损耗 那你如果说涉及到一些 非正常的消耗 如果有非正常的消耗 不论是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还是制造费用 这种写明了非正常的 那他都不会记在成本当中 肯定不记在成本里 比如说 我们现在从外头 采购进来一批货物 然后呢 在运来的路上 被天然掉下来的一个雷 把这一车的货 都给他炸成了 这个草灰 或者是插成了这个灰 可以吧 好 咱也不知道说 他上辈子造了什么孽 这辈子被雷给劈了 那关键是这件事正常吗 不正常 那不正常的这个相应的消耗 肯定不会记到成本当中 他会记到损益里 但是现在我们不去给大家增加负担 不去说明更多的情况 等到以后 凡是在考试范围之内的情形 都会给大家讲 好 再来 另一个特殊规定 这个内容实际上 我已经给大家说完了 我们再次强调 仓储费 看清楚了 如果说是入库前 这些必要的仓储费 是寄到成本当中的 但如果说是入库后的仓储费 入库后的仓储费 如果他什么都没说 一般的情况下 就是应当寄到当期损益 对应的科目是管理费用 反正不会寄到成本里头 好 但如果他特地强调了 是在生产过程当中 为了达到下一个生产阶段 所必须的仓储费 比如说酿粗酿酒酿酱油 等等 这种时候 才会给他寄到成本当中 只要他没有单独的这种表述 那么默认的 入库后发生的仓储费 是不寄入成本的 如果想让你寄成本 他如果想考这条 一定会给您对应的表述 好 再来就是不能归属于 使存货达到目前场所和状态的 其他的支出 应当在发生时 记录当期损益 不得记录存货的成本 那也就是说 如果说现在有一些支出 跟这个存货达到当前场所和状态 没有任何的关系 你比如说 我们有一批货物 从南方运往北京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仓库管理员小张的工资 那你说他的工资 跟这批运在路上的货 有半毛钱的关系吗 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他就不会寄到这个存货的成本里头 好 也就是说 跟这个存货没关系的 肯定不能寄到他身上 好 接下来 我们把刚才在前面提到的一些 一混的情况呢 再给大家去总结一下 首先 涉及到一些杂七杂八的税费 你要注意 只要是可以扣的税 就不能寄到成本当中 那你比如说 如果我们是一般纳税人 增值税的进项税额可以抵扣 就不能寄到成本当中 实际上消费税 也有一种特殊的情况 是可以扣的 可以扣的时候 也不能寄到成本当中 但如果没有特别说明 涉及到什么关税啊 消费税啊 资源税啊 教育费附加等 他们都是不可扣的 不可扣的税可以寄到成本里 如果题目当中特地强调了 我们是小规模纳税人 小规模纳税人的 进项税额不可抵扣 那此时 这个不可抵扣的 增值税的进项税额 也可以寄到成本当中 再来 就是因为什么 自然灾害等原因 造成的原材料的净损失 那这种是不是显然 不是属于合理的损耗 这是属于不合理的情形吧 像我刚才说 天然掉下来一个雷 导致的净损失 那这显然就不属于合理的情况 那此时呢 对于这种自然灾害导致的 通常净损失会寄到营业外支出里 但是现在在预科阶段 您说您寄不下来 没事 您只需要知道 这些显然不是属于合理的 这个损耗 那么这些不合理的一些损失 他们都是要寄到损益当中 不寄入成本的就行了 再来就是涉及到设计费 我们说设计费用 如果不特别说明 通常情况下不会寄到成本当中 但如果说了是为了特定的客户发生的 可以直接确定的设计费用 那就可以寄到存货的成本里 还有就是运输途中的合理损耗 我们单纯去说的时候 运输途中的合理损耗是包含在存货成本当中的 但是您能重复往上加吗 不能 价款里头已经包含了 也不准往下减 好 那第五个是存货入库后发生的仓储费 这里说的是入库后的仓储费 没有特别说明的情况下 肯定是不寄到成本里头的 好 它应该对应寄到的是管理费用 但是这个对应的科目也不需要您现在记下来 但如果题目当中特地强调了 是在生产过程当中为了达到下一个阶段 所必须的仓储费用 前头反复说酿醋酿酒酿酱油啊 有一个酿造的过程 那这个时候的仓储费是可以寄到成本里的 好 这是针对于一些一混的点给大家的总结 到这里 我们说完了存货概述当中 要给大家强调的存货成本的内容 等到本专题讲完的时候 最后还会给大家整体的去总结一遍 所以到这里头 您要是觉得说 我掌握了个七七八八就可以了